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偶像李希生和青春有你的出道名单上看 最终成团出道的名单不会和第三次淘汰赛有太大出入 前不久青春有女儿官方发出消息 李宇春将参与总决赛的录制 见证选手们成团出道 李宇春是05年超级女生的全国总冠军 凭借该选秀节目出道后 李宇春在娱乐圈站稳脚跟 细心网友发现 李宇春经常去录制各种节目和晚会 并连续15年成为跨年演唱会零点压轴嘉宾 而粉丝送她一个外号总决赛收割机 创造101总决赛时 李宇春就曾惊喜现身 也就是说 陶不仅邀请来创造101的导师陈佳化 还成功邀请来讹得神秘嘉宾 除了李宇春晚 还有哪些明星参与录制呢 网上传出一组名单 气威 蒋西 Nina Percent 王耀庆 孙宏雷 筷子兄弟 在青春有你的总决赛 Nina Percent成员 以师兄的身份参与录制 给选手加油打气 但让大家感到奇怪的是 青春有你儿总决赛 请来的却不是Yunina 这件事并不奇怪 因为Nina Percent成员 齐聚更有看点 并且蔡徐坤担当青春制作人代表 青春有你儿刚开播时 大家发现孙宏雷也在看节目 还特意发两条消息 如看到你们的进步 祝贺你们的进步 在后面的录制阶段 网友就喊话官方赶快请孙宏雷 于书欣是一位自带话题的选手 青春制作人称他为小作精 在看节目的过程中 我们会发现其他选手非常喜欢和于书欣进行互动 而刘雨昕 陆柯然 乃万 一言被称为捕鱼达人 我们都知道捕鱼达人的师父是王耀庆 两人音拍摄下一站是幸福相识 并一起录制节目 观众非常期待王耀庆的加入 因为他们想在总决赛上看到王耀庆和于书欣互怼 仅靠想象就会觉得很搞笑 筷子兄弟有很多代表作品 但他们似乎不太适合出现在选秀节目中 为何节目组想要邀请他们呢 如果我们想得到真相 还需要了解一位选手 他就是王宛辰 六时晋级三十五时 王宛辰不幸被淘汰 喜欢他的粉丝都知道他是一位实力倭靠 在节目中一直默默努力获得导师和选手的认可 但很多网友不知道的是 王宛辰的生父是王太利 也就是说王宛辰是新二代 在第一轮淌汰赛 王宛辰因关注度过低排名比较靠后 而肖央作为叔叔特意帮王宛辰拉票 但相关话题并未登上热搜 只有小部分网友知道 正因如此 王太利有双重身份 不仅是选手的家长 还是明星嘉宾 一定会有关注度 但网上传出的名单是真是假 我们还需等待官方发出的消息 青春有年儿节目 作为当下最火的女团选秀综艺 随着数期节目的播出 她也即将迎来总决赛舞台和成团之夜了 据小道消息透露 总决赛将定在5月30号晚 地点在广东长龙 而总决赛的邀请嘉宾 一次是由李宇春 契薇 王耀庆 99% 筷子兄弟等组成 目前 该消息也在进一步得到证实 不过 胡老师相信 剩下的20位选手 都已经做好 面对决赛的准备了 其中 余淑欣 刘雨昕 许家琪 欲言 孔雪儿 安琪 赵小棠 谢可寅 金子涵 这九人人气比较高 也是大部分网友预测的最终出道位 其中人气超高的余淑欣 应该是毫无疑问会出道的 毕竟甜美可爱的她 在参加节目前 就凭借电视剧《下一站爱情》全粉无数 这次总决赛 她或许会随微出道 而努力多年 有多次选秀综艺经历的刘雨昕 也基本上是稳坐出道位了 因为这两个人在每次的公开排名中 上下幅度都不大 基本上都能保持前三 所以出道位不用担心 胡老师也十分期待 舞台气场超强的刘雨昕 决赛之夜能否争C 当然还有大家十分喜欢的许家琪 来自SNH48的许家琪和刘雨昕一样 也是多年练习 可言可甜的她 十二女神 十二蠢萌 这次决赛之夜 胡老师还是比较期待 希望她能取得好名次 还有最近频繁登上热搜的预言 人气也是高涨不少 变温柔后的预言也是吸粉无数 很多网友都表示十分期待 她在总决赛舞台上的表现 希望她能一如既往的表现良好 还有很多人气选手都值得期待 比如安琪 孔雪儿 赵小棠 谢可寅 还有来自乐华的金子涵 在总决赛即将到来之际 网友们也都纷纷做好准备 为他们支持的选手打高 而和总决赛有关的很多消息也被曝光 据网友爆料 青春有你二最终成团出道的组合团体 名字叫做J9X 它的中文名的话就叫做 无限少女X 这个提前曝光的团名在网络上 也是引起了很多网友的争议 有网友表示 这个团名很土 像啥无限少女 听着感觉很中二 但是也有网友表示 这个名字不错 体现出了 这个女团未来可期 无限能量 其实胡老师觉得吧 这个名字还是很不错的 和胡坚少女一样 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而且英文名中有9这个单词 和之前从该节目出道的 9%以及UNINA都很符合 对于这个名字 你们怎么看呢 你们支持哪位选手呢 在这个即将到来的总决赛中 你们觉得最终出道的9人会是谁 青春有你二的终极成团之夜即将开启 近日官方微博也宣布 谢娜与蔡徐坤同台主持 更有李宇春作为重磅嘉宾加盟 追了三个月的网综 终于要迎来大结局 你心仪的小姐姐是否能成团出道了呢 2020年5月30号 自见分享 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 是这档网综这几个月来 给我留下的几个印象深刻的瞬间 魏晨王思雨一穷二白组合 出舞台那么多文化娱乐公司 却偏偏让我记住了要新文化 魏晨和王思雨这对组合功不可没 服装自备 歌曲版权是同公司师姐赞助 公司logo是节目组 极简主义友情提供 两人的一穷二白 组合吐槽公司种种 极具喜感 感觉他俩可以另辟蹊径 相声界出道吧少女 不过从他们的吐槽中 也可以看出这一行的艰辛与不易 动辄几十万的歌曲版权使用费 让一些公司和节目组都不愿意 为女孩们不确定的未来买单 平民少女的又一次追梦失败 有位网友说 看到35斤20淘汰名单公布后 那个叫张楚寒的姑娘默默蹲下 首出舞台的那一幕 不仅潸然泪下 2019年张楚寒作为 Hello Girls的成员出道 奔忙于各种公司年会商业 没有走红 2018年参加创造101 没多久就被淘汰 甚至连个单于镜头 与她而言都是奢侈 今年 她又站上青春有女儿的舞台上 以第27名的成绩离开 她其实很像从前上班的乖乖女 什么事情都做得刚刚好 既不语句也不出挑 没有话题度 泯然众人 正像她说的 也许这一次失败之后 就要回去安安稳稳地 当个老师或者另谋出路 但未来的路还长 没有不断提升自我 才有更多选择机会 外容内纲 让我对和妹有了更多的了解 SNH48 是这次参与节目人数最多的团队 他们虽然在自己的圈子里 有了一定的观众基数 但出舞台表演的时候 作为路人的我傻傻分不清楚 只觉得他们是一群撒娇卖萌的软妹子 与导师的合作舞台的面试 张宇格和宋欣染被赵恩贼拒绝 最后只能加入了SOK的公演队伍 张宇格在训练时 主动提出放弃单独段落 只参与合唱部分 那份倔强 竟让我有些心疼 我看到了和妹的另外一面 原来她们并不是精致乖巧的洋娃娃 她们也会有自己的不甘和喜怒哀乐 再活得鲜活四溢 多一些自我表达 我觉得没什么不好 如果一开始就不被条条框框所束缚 也许她可以走得更远 在你的记忆里 今中有你而给你留下 深刻印象的又是哪个瞬间 欢迎在讨论区留言互动哦